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属实 成功为一座县令 吕伯说之死谁人见证 曹操徐州图成 背后又有何惊人引擎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这句话又有怎样的真相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曹操比斗无海冤 你看曹操身有些典型的事 三国眼义里写的很透 曹孟德告诉身边的人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意思是他好梦游 我这梦游起来我就好人 你们谁可千万别接近我 其实曹操是说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我特别注重自己的防卫 你谁也别想来刺杀我 结果有一天 他躺床上睡觉 睡着那翻身 这被子掉地上 他旁边有个侍从 一片好心 伺候主子把这被捡起来 盖他身上 你 主公 主公 主公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 主公 主公 让命 主公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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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剑把这师兄杀了 杀了 杀完以后把剑一扔 曹操躺着还睡着了 其实这个是装的 等到曹操醒了 这怎么死个人 装的很像 旁边说 曹公你在睡梦之中 他来给你盖被 你误杀他了 曹操痛哭流涕 我怎么把个好人误杀了 此人 服侍孤近三年 一向勤勉小心 谁料 今日今日 竟勿死孤梦中之见 真是可惜 可叹 前景后代 这里头有个聪明人 叫杨兄 杨兄在拍着这个人的观点 就说 非曹公在梦中 尸儿在梦中 什么意思 不是曹操在那做梦 是你在那做梦 你根本不知道曹不得这么干要干啥 所以这个故事 就典型的反映了曹操 狡诈 多疑 狠毒 而且善于表演 那么说曹操是不是这么一个人 尽管曹操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人得亲厚之人 但是绝不是像三国里写的那样处处算计人 处处防备人 处处琢磨人 起码曹操从历史角度来讲 雄才大略 我们看他写的观仓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心悍灿烂 若出其理 清晨志在 何以永至 那个气派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后来诗词学家也承认曹梦德有八个字叫 幽烟老将气韵陈雄 鲁迅说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 至少是个英雄 曹梦德肯定有平定天下的胸心 有这样的一种胆识气恋 曹操是个什么人 咱们可以结合几个事给大伙说 很多人为什么一提曹梦德恨 曹操这人不怎么的 主要是从一句话上得来的 三国演义一开篇就讲 这个曹操呢 相府献刀要杀董卓 目睹何卫 禀相国 在下近日得到一件无价之宝七星刀 臣想如此绝品 臣怎配使用 臣知道相国酷买兵器 嗯 诺 臣想把他敬献给相国 哦 拿来我瞧瞧 结果密沙城他跑了 跑哪去跑到忠穆县 忠穆县有个县令陈公 把曹操都抓住了 一听曹操的政治理想 陈公被他洗脑了 干脆先令我也不干了 跟随着曹操兄弟咱俩一块跑 结果他俩跑 后边有官兵追 跑到哪呢 他们跑到曹操他父亲一个世交家里 这个世交名字叫吕摩蛇 侯父 你是侄啊 是我啊 是我擦门啊 哎呀 苍天有眼 你还没死 真是太好了 真是你啊 太好了 你可知道 从周县到乡里 到处都贴着拿你的告示 你父亲举驾避难到陈流去了 我是为你的伟业业悬心啊 到了人家里边呢 李伯说说 哎呀我得招待大侄子你啊 家里没酒了 我去打酒去 李伯说出门打酒 走之前嘱咐家里人呢 杀猪宰羊 招待客人 结果这曹操被人追的心里头多疑 就听着外面擦擦擦摸刀的声音 他赶紧就到后道去看见 结果就看两个人在那一边摸刀一边说 把他们绑上杀了 怎么样 曹操一看坏了 这是要对付我们两个人 拔出剑进去 七里咔嚓一通乱砍 一不做二不休 把铝摸车全家十几口都给杀了 孟德 孟德 作孽了 误会他们了 这不等于犯了错了吗 误会了把人给杀了 也不好意思在人家呆了 他跟陈公两个人骑着马就跑出来了 跑半道正好是铝摸车 老人家打完酒回来 离晚了一看 说怎么孟德出来了 诗之 怎么回事 刚走到跟前 曹操说 你看那边 铝摸车一回头 曹操把剑拔出来 一剑向铝摸车上 陈公一看吓坏了 说孟德 刚才我们误会人家的本人杀了 已经犯了罪了 已经对不住人 你怎么还能把本主杀了呢 你受恩不报你 之处还杀 你 你还有半点忠义之心吗 宁可我负天下人 就叫天下人负我 就是宁可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 也不能让你们对不起我 陈公听了这句话 那等一盆凉水顺脑子叫下来 所以晚上在驿站里头跟曹操住在营屋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就想起来把曹操杀了 我昨天救了他 今天却又杀了他 我这样做好了吗 我不是反复糊涂了吗 曹操无义 我不能无情啊 所以这一段就几乎把大家的印象敲定了 这曹操这人太不怎么样 杀错了不说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 心狠手辣到了顶点了 那么说这个事有没有呢 历史上存在过这个事 但是不是这样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是首先咱们得说曹操 当初他是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 等到董卓进京 霍乱朝纲 上台以后想起曹操了 非要曹操进朝来 来当这个萧继都尉 结果曹操本身也没干 董卓能饶着他吗 你不干这干嘛 这是不是要烦我 所以曹操一看我跑吧 所以这才有曹操逃亡 不是说到县府去县刀去 被董卓发现了 如何如何 没这回事 那么跑也确实跑到了中牧县 中牧县的县令叫杨元 跟曹梦德根本就不认识 所以也没有成功把曹操放了 两人再到吕博舍家 没有成功的事 那么说吕博舍全家被杀了 这个事有 是不是曹操干的呢 这有两种说法 但首先可以肯定曹操一日上他家 吕博舍全家都死了 你上哪找对证去 死无对证 那么这个事历史上确实记载的 就两本书里记载了 一个是《卫书》 一个是《诗说心语》 卫书里怎么记载的呢 说曹操到他家 吕博舍出门不在家 吕博舍他儿子在家 一看一个是曹操是通缉犯 在曹操身上带着不少财宝 动心了 就要把曹操绑上杀了 结果曹操先了解这个动态了 自己拔出店里把这些人都赶 这是卫书里面记载的 准不准呢 我看不准 为啥 卫书 卫国的史观记载的 卫国是谁创造的 那待会儿都知道 那是人家老曹家的 他写自个儿主子 写老祖子 他能写差了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太可信 有美化的痕迹 第二个版本《诗说心语》里面说的 说曹操到他家确实杀错了 人家里过碗瓢盆一动 他以为磨刀 把人给杀了 但杀完之后 曹操很气创的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命叫天下人 我不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父母这句话 但是他有个背景很气创的说 这什么意思呢 他心里不忍 其实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做错了事 这掩饰掩饰 减轻一下心理负担呢 我父天下人不叫天下人父母 是在这个背景下说出来的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曹操比斗无海冤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焚酒 独家冠名播出 也就是说 即使是曹操和吕摩水一家杀了 也不像《三国演义》的写的那样 杀完人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洋洋自得 把自己这一套逻辑理论 建立在一个很荒谬的理论上面 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负我 那么有的人说 这个就算个悬案放下 曹操还有一个事可坐实了 徐州屠城 就把徐州城周边老百姓都给杀了 把人祖坟都跑了 这事有没有呢 这历史上存在 《三国演义》里怎么写的呢 就说这曹操啊 这不在许昌 歇天字令诸侯 过上好日子了 他想自个儿老爹 还受苦呢 就告诉一封书信 让下门给送家里 然后呢 让这全家赶紧来许昌 让他爸爸曹操 跟着儿子曹操享福了 结果呢 他爸爸全家都来了 路过徐州 从徐州这走去许昌 徐州当时的太守谁呢 陶谦 这个陶谦怕曹操 想拍曹操马屁 打发自己下边的大将张凯 往前行五十里迎接曹操全家 结果这一来呢 没想到的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 各位弟兄 我等本是黄金鱼的 虽然投靠了陶谦 却一直不受重用 我看呢 日后除了替他战死沙场以外 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大哥说的不错 嗯 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曹操取了贤才 我们到武凤山落草去 过神仙般的日子 怎么样 走 走 走 把曹操全家都给杀了 把财王想跑了 曹操文庭大怒 连带伤心 于是点起手铁兵丁杀奔虚州 把虚州周边这带老百姓屠城 一个城市里人都杀掉 祖盆都给跑出来 其实这个也是曹操另一番用心 借这机会 他早就对虚州这个地方吹奸三持 借这机会把虚州战斗 这是《三国眼议》里的描述 那么说曹操有没有这事呢 真是史实陵 曹操确实对虚州图过城 可是细节不像大家想象那样 因为杀曹操父亲全家的这个人 不是什么张凯 就是陶谦本人 也就说曹操最后对陶谦进行报复 那是对了 找对人了 但是图城确实是曹操军事史上一个污点 那怎么形成的呢 他让他爸爸来 他爸爸走到哪儿呢 没有走虚州 走的是山东泰山 从这边过来的 当时曹操已经让泰山的太守英少 前去保护英街 这个陶谦呢 对曹操历来不满 借这机会他要报复曹操 他带着人赶到山东泰山 把曹操一家截住了 在一个旅馆里被杀了 所以曹操这时候一怒之下 那对陶谦是恨透的 我们说这个图城在一定程度上 是属于极度伤心之下失去礼物 其实曹操在历史上看呢 不是一个咬民的主 他也知道得天下得先得得民心 你看他讨伐张秀的时候 就发生过这么一个事 正赶上呢 老百姓种着地啊 刚是青苗 就春天刚长起来 曹操就说了 有破坏的人一律斩首 结果曹操自个儿呢 没注意 他这马惊了 我执法犯法 如不治罪 将何以服众 你没服众 他下面说 主公不可 军中不可 一日不衰 你不能这样 曹操一看 借颇下轮吧 但是呢 他有他办法 陈将将将 既然春秋有法不驾驭尊之义 我不切免死 但军令如山 我死罪虽免 以当割发待手 把头发 斩下来 然后拿着头发挂到杆上 这叫马踏青苗 割发待手 意思我都不能例外 你们各位啊 你们下边这些小兔崽子 谁不能给我犯这个规章制度 所以曹操呢 不是一个咬民的时候 他是知道爱惜百姓的 那么这时候对徐州屠城 我们可以把他理解成为自己父亲没了 失去理智 有点丧心病狂了 所以曹梦德多少有点冤 下面我说这个事呢 是曹操干的呀 可以说还挺对 但是历史上把他解读成的 完全是出于私心的 又是另一种方式的误陷 谁呢 曹操杀华佗 华佗 华佗咱们都指的 一说神医 华佗了不起 三国里头不是写的吗 关云肠刮骨撩毒 其实这也不符合历史 不是华佗给关羽做这手术 别的大夫 而且关羽当时是喝了酒了 都喝多了 你来个杀猪的仔他都没动静了 这不一定关羽就那么神勇 所以这里也没华佗的事 华佗是不是神医 确实是神医 但是华佗的职业是什么 各位华佗不是专业大夫 华佗学问很大 他想的是什么 我应该好好读书 将来有份功名 报效国家 他是要做官成就自己的工业 他业余时间研究中医 可没想到这个人的中医天分很大 结果一研究 好多大夫都不是他哥的 华佗成了一代神医的 三国演义里写 曹操有毛病 就是头疯脑子中疯 疼得受不了 找华佗 你不神医吗 你给我看看怎么治 我有一法可根治此证 先饮麻沸汤 然后用力符砍开头颅取出风险 大胆 你把斧头放下 放下 曹操一听 你这不要害我吗 就把华佗宰了 你咱们要设身处地想想东汉末年 你敢信开颅手术吗 他就好比现在说 说在脸上整容 整容 大家说你别整了 你这脑袋 这脸都不好看 我把你脑袋砍了 你换个脑袋吧 你敢信吗 科技没有发达的程度 你就想即使华佗有那胆量 有那两项开颅 那这也没有乌影灯 也没有乌菌石 感染了怎么办 所以那么细的手术 我估计当初华佗也是信口开河 他做不到 那么真实的历史和这个还不大一样 曹操这时候找到华佗 就说我脑袋有病 你还给我治治 华佗说你这慢性病 我这样吧 我家里头 我媳妇有病了 我得回去看看 你容我空 把你慢性病 曹操还挺人性化 你媳妇有病 我也亲不过你媳妇 是吧 你回去吧 马上治好病再回来 华佗答应回家了 回家之后 隔了一段时间 他没回来 曹操打着问他怎么回事 华佗回信了 我媳妇病是好的 可是我媳妇要生孩子 这大事 曹操说 那就再过一事再回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说生孩子 坐月子该完事了吗 华佗说 生完孩子 我媳妇又有病了 又有病 你就再等一时再来 又过了一段 华佗又说了 我媳妇又生孩子 给曹操气的干嘛 你这生猪出栏的 一个又一个 一斗又一斗的 打个下边去给我看看 就这么的这几儿 摸到华佗家跟前 啪墙头就看 华佗跟那媳妇俩 在庭院里边玩着武秦戏 我们说华佗创造一个健身体操 叫武秦戏 这几个大兵一看 她媳妇体力这么好 不像 一脚把门踹了进来 你怎么回事 华佗一看给抓个现行 认了吗 没病 我就不想去 不想给她治病 这个时候把他们两口子拿回到许长 曹操就急了 为什么 你不给我治你早说 我就指着你给我治病了 我都没叫别的大夫来 结果怎么样 你这一来二去一年多时间 我现在疼得太厉害了 大王 生人云 火醉于天 无所道也 古天命一尽 岂能有救 咱们后来指着曹操就死在这病上 其实等于华佗不服责任的 把曹孟德这病给拖得严重了 所以曹操当时气得不得了 一怒直下把华佗给伤了 所以华佗从某种程度来讲 他对自己的死亡也应该是负予更损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伙摘取了曹操这事上的三个片段 咱说的曹操到底是什么样人 可能这么说 不能把曹操这形象立起来 但却有助于大家从附调的角度来观察 曹操在历史上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不要被三个演义里边尊流扁曹这个思想所蒙蔽 把曹孟德污蔑成这个样 所以曹操绝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种奸诈小人 舞台上那个白脸见尘 曹孟德真实的历史形象和胸襟 应该就像在短个形里边写的那四句一样 叫山不燕高水不燕神 周公图谱天下归心 其中又有哪些是后人编造的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诸葛亮什么都是浮云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九国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 好优优我 好优优 接着